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万众期待 白鹿罗云西长月晋零四月初开播 业内称必爆 似乎很久没有S家古装剧播出了 上一部是羊超越的众子 可惜演技与幅画到拉胯 虽然大结局了但是也没能达到热播程度 今日有两部古装剧的好消息 一个是杨子主演的长相思开通角色号 同时也是一周年的日子 让人纷纷猜测是否快开播了 同时备受期待的优酷S家古装剧长月晋零 一直以来都被看好 就连业内都预言势必爆剧 据悉是这样的 有内部人员已经提前看了长月晋零 都在押宝觉得这句会爆 有一说一 爆不爆的另说 主要罗云西隔了这么多年的古装 再加上和白鹿搭档 挺有CP感的确实挺让人期待的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浮华道 当初露透照是真的好看 魏波仙火还出圈了 敦黄峰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有钱的黄威就是不一样 当然还有一批原著粉 这部剧是根据藤罗未知的小说 《黑月光拿吻》被一剧本改编的 讲述了一代魔神弹台 近与横阳宗掌门之女 梨酥酥相爱相杀的故事 除了罗云西 白鹿领衔主演外 还有陈都灵 邓卫 孙真一 余波 黄海斌 郑国林 张芷希 肖顺瑶 汪西朝等连妹主演 帅哥亮女及其 还是很吸睛的 这部剧也算万众期待了吧 如今终于可以开播了 算是各方面boof叠满 估计有可能再出一对爆款生花 白鹿近期在录制跑男 罗云西是好久没播新剧了 两人的装造同款 确实会吸引一帮眼粉前来围观 至于转化那旧的靠剧情和演技了 目前的消息是4月6日开播 接荡张艺的她是谁 目前已经上热搜了 还会在东方卫视上星 你们期待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